這概念就是說 我們民眾 除了透過每一次的選舉 去主張跟了解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這些立委是 有沒有違背我們 大違背 我們的期待跟我們的賦權 就賦予的權力嘛 那很明顯的 黃國昌老師 真的沒有解決到這一題啊 他沒有回答 他從到底就一直說 要嘛說直播 要嘛就說 這次不就是藍白戰一對 綠戰一對 很明顯 他就用這種是是而非的話 去回應掉 就是議事錄中 就是不會記載這件事 但議事錄其實就是一個 官方的公文 對 他非常的明確 是一個很明確的東西 難道你要民眾在那裡 就說 我可能翻新聞 然後他們又常說新聞造假 那現在是要看哪個東西 看直播啊 欸欸欸 快點快點 要開始了啦 現場準備 5 4 3 2 新聞 800款 你愛聽 Dutch款 艾瑞克 印新聞 我來講 你 來聽 大家好 我是李彥謀 我是陳志仁 今天 又來到了 艾瑞克 這個隱新聞 你要愛的這個新聞 每個都都在艾瑞 還沒 啊 你這樣敲 觀眾都知道說今天我們要談論什麼 今天談論什麼呢 就是憲法法庭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就是我們 也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現在是新北市 新竹市議員 廖紫棋 他現在也是時代力量的發言人 這個 就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因為已經來我們節目好多次 啊 因為今天8月6號 就是憲法法庭又針對 這個上個會期立法院進行的 國會改革的五項修法 然後進行這個 答詢辯論 這個過程 然後內容非常精采 大家都期待 這個 這個 立法院這一方 包括這個 吳宗憲立委 翁曉玲立委 還有我們的國昌老師 是不是有端出大菜來 要來這個 跟民進黨政府還有大法官來做一次 廝殺 結果呢 今天的結果好像 是不是國昌老師輸了呢 沒有 沒有嗎 怎麼這樣說他輸了 國昌老師不可能輸的 哦 這樣子哦 如果你說他輸 他就修法 修到你們覺得沒問題為止 哦 真的 對 今天好像有幾個金句 然後這個 我們剛剛之前在節目之前 我們聊到 就是說 這個 有這個大法官 就 游柏翔 這個大法官就問我們國昌老師 說這個 萬一如果這個 立法院採記名投票的時候呢 那這個 怎麼對地方的選民 自己的選民選區交代 那國昌老師就說啦 這個 這個舉手投票呢 都可以這個有記錄啊 所以就不需要有什麼 這個 伊勢路的登載或什麼的 就有了 我們在想說 啊 人家大法官不是在問你 不記名投票嗎 那你為 你舉手投票就是記名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仔細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對啊 議會會這樣做嗎 我覺得今天的憲法法庭 我自己反而覺得沒有什麼心意 因為本來可以期待說 黃國昌委員說 他做了很充足的準備 但他今天金句 卻是一個自曝其短的一個方式 在不記名投票這個討論中 他居然甚至認為 公開的直播 就可以取代公文書 也就是議事錄的記載 然後去做判定 這其實會影響到 許多後續的法律程序 包括說 那如果未來有人想 針對這議事程序中的爭議 要進行就是那些釋憲的時候 要怎麼去證明這件事情 因為你不記名投票 他就等於是你看不到這些問題在哪裡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但沒想到居然被國昌老師 一句直播就可以了帶過 這真的很扯 他直播今天我看也是幾千人在看而已 但是一個公文 哇 從幾萬人 現在已經降到剩幾千人喔 在今天憲法法庭直播的現場 我就有到各個的直播平台去看一下 那我自己認為 國昌老師自己本身是一個法律專業的學者 他真的不應該這樣子去玩弄法律 這是一件很過分的事 這也是我到現在一直不能夠接受和理解的部分 到底為什麼要好好一個康乃和法學博士 要把自己就是自降格調到 覺得直播可以取代議事錄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仔細我問你一下 你也是台道法律系的 就是念法律系 其實這個他也有分很多組 有的人是專攻憲法的 有的人是專攻刑法 民法的不一樣 那我不曉得說 你們大學的訓練裡面呢 就是說有沒有就針對說 比如說像黃國昌老師 他可能在念大學的時候 他的專項可能就是 不是在研究憲法 然後他可能是在讀其他的 什麼商業法什麼的 然後對於憲法 因為到了這邊 他可能有張鈍鐵啊 然後他卡住了 也不是耶 因為其實我們在大學 我們學分是148 算是各個大學 算多的喔 算多的 科系中最多的 比較多的 如果你不跟其他醫科之類比的話 那但是呢 我們是全部都會學 可是國昌老師他後來的研究專長 其實是民視訴訟 哦 民視訴訟 他並不是憲法專長 所以像今天其實現場 我們有很多 我的大學的憲法教授們 都在現場 像張文臻教授 他就有明確的提到了 就是這一次的問題 雖然他們在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說法中 一直強調說 這是一個法律 法律的修法問題 不是憲法的問題 那他就有提到一個概念說 但是現在這裡面修法內容 已經碰到了憲法的部分了 已經碰到憲法權力的部分 也就是說 這其實是一個準憲法的討論 所以後來其實像早上的時候 主要就是針對那個 總統背詢的問題來做個討論 那那時候是聚焦在大概 釋字499的部分 那也就是剛剛提到的不敬名投票 就聽到國昌老師的名言 他覺得直播可以取代議事 這真的太扯了 我從來沒有想過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再來就是說 下午場其實我們現在聚焦的是 釋字585的國會調查權 因為釋字585是當時也是在一個 朝小野大的狀況下的一個狀況 就是真調會 那當時其實這個釋字 他已經承認了國會有調查權的存在 那其實說實在話 現在整個立法院 或者是所有的朝野二的黨 沒有真的反對國會調查權 而是說你要到什麼程度 不能濫權 那我覺得這件事還是要理清的 國會調查權不是不行 只是說現在這個修法的方向是錯誤的 他已經破壞掉這整個的結構 所以下午的聚焦就是在於說 這個釋字585當初去講的範圍 到底現在這個修法有沒有符合 那很明顯的 他其實有非常多整個愉悅的部分 所以這也就是我覺得 今天的憲法法庭其實還蠻值得 大家有機會的時候去聽一下 我覺得專家學者的發言都蠻清楚的 那在兩方的律師代表中 也都有一些精彩的表現 工坊 對工坊 那我是覺得是說 這個國昌老師在 我跟藍白他們在立法院修 提出這個修法的時候 其實在有一大成分是 因為那時候是跟綠營要對抗 所以他們的心態上面是 像下週或者是說之後 臨時會的時候 這個曾經這個被 這個砍了年金的這些團體 他們要要求把這個 這個年金的部分 修法的部分 再提到這個臨時會來 然後這個在過去 是因為蔡英文總統的時代 然後是修了這個法 然後呢 因為這個主要的軍公教選票 都是來就是支持國民黨的比較多 所以他們覺得說 自己的選票基礎已經被這個削弱 然後呢 他們抱著這個一個 有點抱負息的心態 然後來針對你這個執政的民進黨 然後提出說你總統要到立法院來這個 這個國警報告 而且還要這個針對這個 我們要針對你做質詢的動作 那這個立法 這憲法裡面並沒有規定 但是呢 有些人會覺得說 憲法沒有規定 並不表示不可以啊 那你為什麼會說 這個沒有違憲呢 但不可以 我覺得要搞清楚 權力跟義務的差別 就是現在 立法院也就是國民黨和民眾黨 版本 擺明其實就是要認為這是個義務 但他們又死不承認 可以看到他們在工房中 偶爾又會跑出 沒有我們也沒有說 你不到我們也沒怎樣 可是他們又一直說 你要到你要到 你就會有一種錯亂感 就明明那如果你覺得不到沒怎樣 那不用修就可以了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修這個法 也不要什麼問答嘛 對 然後你也不用定一堆法則啊 然後甚至 你這個修訂 還甚至會侵犯到 我們未來可能潛在一些公民的權利 我覺得這件事情 他們自己要搞清楚 藍白自己要搞清楚 他們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他們定出來這部法 明顯愉悅了 就是國會調查權的範疇 但他們卻又不承認 然後又不時會跳回來說 其實也沒關係 然後你就會說 那你其實自己也知道自己有錯 像是那個吳宗憲吧 吳宗憲其實在他的論述中期 偶爾就有點像 不只是今天憲法法庭 他之前發言都已經暗示說 我們可能會有違憲 是 那你修這個法是在修什麼 這很奇怪 然後翁曉玲今天根本還在播接 他還在講程序 我想說 等一下你去哪裡了 今天不是要討論其他東西嗎 我覺得今天整個整體看一下 我覺得藍白的準備 其實是荒槍總辦 他們其實並沒有真的很扎實的去 回應到大法官提出來的問題 就像今天其實應該是尤大法官 其實有幾次 黃大法官也有提到 就是提醒他們說 你又沒有回答問題了 你可以好好的回答問題嗎 但可惜的是最後的結果是 還是沒有回答問題 有啊 國東老師有說他有回答 只是你們不滿意而已啊 他真的沒有回答 他有回答啊 你們不滿意而已啊 所以他剛才自己在講說 如果你們認為我們 藍白 立法院通過了法律 你們覺得立法案覺得有問題 我們就在修啊 修到你們開心為止 修到你們滿意為止 所以國東老師明明就有回答 為什麼大家都說他沒有回答問題呢 他是個問A打B 因為其實那時候有博祥法官 他針對的是 499號的這個問題嘛 就是說 欸 那個你既然不進民投票 這個部分 那到時候會不會 跟地方民意的這個 怎麼樣去 就這樣怎麼講 這概念就是說 我們民眾 是 除了透過每一次選舉 去主張跟了解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這些立委是 有沒有違背我們 大違背 的期待 跟我們的賦權 就賦予的權利嘛 那很明顯的 黃國昌老師 真的沒有解決到這一題啊 他沒有回答 他從到底就一直說 要嘛說直播 要嘛就說 啊這次不就是 藍白戰一對 綠戰一對 很明顯 他就用這種 是是而非的話 去回應掉 就是議事錄中 就是不會記載這件事 但議事錄其實就是一個 官方的公文 對 他非常的明確 是一個很明確的東西 難道你要民眾在那裡去 我可能翻新聞後 然後他們又常說新聞造假 那現在是要看哪個東西 直播啊 直播 直播跟議事錄 如果你要進行改變 可以 你就針對立法院的內規去修改 你要先修立法院的內規 比如說 立法院如果說 現在要委員會中心制 我們要廢除草野協商 可以 就針對立法院執權行政法去改 把草野協商這個部分 或者是冷凍期一個月把它修掉 就直接有委員會在裡面二讀 就結束就好了 你可以進行這種修法 然後你不用拿到說 憲法法庭上面來爭取說 沒有直播就可以了 問題是現在立法院的內規還是規定 要有這個議事錄的部分 因為每一次開完會的隔一次 都要去確認上一次的議事錄 有沒有問題 對沒有問題之後 那到時候 你如果說要擺成光碟 變成電子檔的 可以啊 那就是進行修法 以後就是都是透過直播 然後錄成這個光碟片 或者是說放在電子檔裡面 然後大家就電子檔的部分 來做確認的議事錄的部分 但是你在還沒有修改之前 你要跳動跳到那裡去 所以這只是 我覺得就是國昌老師可能 跳動跳太快了啦 我們原諒他一下啦 不是我覺得今天就很奇怪 今天明明是在做一個違憲的討論 但他們都在吵一些很 知為末節的東西 然後那個違和感讓我一直覺得說 今天其實不是一個很 有效討論的現場法庭 那我甚至覺得說國昌老師 可能今天就是一個 放棄掙扎的概念 回去再去他的直播間裡面 去宣揚他的 對 尋求知識 尋求慰藉 但是他的尋求慰藉 可能也是只有少部分啦 因為這個比例站起來 跟2300萬人民 或者是有投票權1700多萬 比例差很多啊 他甚至連其他的這個網紅 更多的其實他比不上 他不能因為說 我回到直播間 我直播間都很多人支持我 然後就表示說這個是我的名義 或者是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名義啊 所以他可能這個有點搞錯啦 但是我前幾天有注意到 他在臉書上又寫了一篇文章 他還是在強調國會調查權的部分 是 但是我覺得說 他把這個 常常把美國的國會調查權 拿來跟台灣的立法院的調查權 來做相比 但是問題在於說 美國還是三權分立 台灣是五權分立啊 那你為什麼要拿三權分立的東西 來跟五權憲法來做相比呢 大家很容易就是去質疑你 這裡有問題 對這也是今天其實 藍白不管是委員代表 或委員本身還是說 他們的律師代表都會採的論述 他們會去講解很多 就是三權分立下的狀況 而去回避 沒有去正面的回應 就是大法官提問中的 五權分立的結構下的違憲問題 就這個概念 我覺得下面 我自己其實有看一些留言 就各個 各個直播 各個那個直播 我都跑去看一下下面留言 我發現 我發現 確實有一些民眾 真的會誤會 他們覺得 這樣聽起來好像真的也 就是三權分立那個概念 但我覺得這裡必須要提醒 就是我們台灣因為 現在在中華民國的這個政體的下面 有一個特殊的 獨步全球的五權分立 那你要如何在五權分立的狀況下 去討論這個合憲跟違憲 才是這一次的法官的重點 大法官的重點 而不要一直拿一個 三權分立的狀況 要去套用到整個 直接套用到台灣 因為這是不合的 那如果你真的 未來要用三權分立來討論 那廢考間這一題 你看現在國民黨又不同調 所以這很明顯 就是他們根本沒有一個真正核心的想法 他們現在只是想把自己的權力 無限的擴大 而沒有去根本的考量到說 為什麼憲法是一國的根本 我們為什麼要遵守憲法 那這次大法官釋憲 就是要去釐清 我們可以有國會調查權 但因為在我們這個 五權分立的制度下 國會調查權到底要到什麼程度 這件事情 才是我們在這次大法官會議中 要去釐清的 這部修法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國會調查權 過度的膨脹 這才是這個的核心 而不是我覺得 蠻多誤會就是說 會認為說 欸 調查有什麼不好 難道你怕被調查嗎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 大家很大的誤會 因為沒有在怕調查這件事 而是不能夠過度的濫權 任何權力的擴張 都是極權 都是很危險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啊 你如果說認為 他藐視國會或怎麼樣 就是應該交由司法單位去判別 不是說你修一個法 然後說 喔 你藐視國會 然後呢 這個我要罰你多少錢 罰多少錢 關多少年 那他們自己就去直接在洗法裡面修法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至於有什麼 應該是交由司法機關去判判斷吧 那我剛剛就講到說 剛剛講到的那個 就是說 那個所謂的國會調查權的部分 國會調查權的部分 就是說你要調查到什麼程度 他在這一次的內規裡面的修法裡面 其實也講得相當模糊 所以大家會以為說是怎麼樣 但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又去解釋說沒有啦 一般人民都不會有影響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其實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們的政治人物很常常 會去誤用一些法律啊對不對 法條不能有模糊空間 我認為法條 竟然是作為社會的這個底線 一個建構我們社會架構的東西 他甚至在這一步 有罰則的狀況下 他是不能夠被有 所謂的模糊解釋空間的 但很明顯的 他這次修法中 有非常多模糊的空間 甚至就是可以 委員會少少人就可以打 就是跟自己想開法庭一樣 我覺得這些都是 非常可怕的負權 過度的賦予這些權力 然後我覺得這已經是 達到濫權的程度 這也是在這一次 大法官的憲法法庭中 一直想討論的部分 就這個權力似乎已經逾越到其他司法權 還有就是監察院的權力了 紫綺其實大家在講說 歐美歐美 其實台灣不管藍綠白 其實大家都不反對有調查權 但是調查權的規範是講的不清不俗 甚至說在歐美裡面 如果你的國會 不管是眾議院或參眾議院 如果請你去調查的時候 你是可以請律師的 但我們在台灣好像沒有這樣的規範 那會造成說 到底因為立法院那時候說 不行你要自己去 那我今天像他們國會 你要不管調查個人或什麼 我可以請律師 第二點是他有所規範 那台灣目前以藍白修的法律 是根本沒有任何規範 然後他想調誰又調誰 那想怎樣就怎樣 有點讓民眾覺得是失色形堂的感覺 不過說我可能要針對某個官員 某個企業 如果你不支持我就找你過來 不是感覺就是 就是 他這個定法就是啊 因為其實像是 就像是剛剛Eric說到的 在美國其實你如果去很多大 應該是每個律所都會有吧 就你可能去他們的網頁去看 他們都會有提到說 當你有被聽證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請律師 然後他會有很詳細的一些說明 但是在這一次的修法中 甚至我記得應該有些委員 他們就說 就你問他們他們會有不同的說法 就一下說可以請律師啊 沒有說不能請啊 他們常常說一句 就是沒有說不行怎樣 我覺得這個說法超滑溜的 就是沒有說不行 這個 這個 雙重否定是什麼概念 你懂意思嗎 它就是模糊空間的意思 那這樣子的模糊 就是可能會造成 我們所有公民的權益的侵犯 那這個事情其實是真的要讓 每一位民眾去意識到的 調查不是不行 本來就應該有問題就要調查 但是在這個調查的權力 過度賦予的狀況下 最可怕的時候 你想想看228跟白色恐怖時期 多少這樣子的濫權發生 這樣子不當的調查的發生 我們不希望就是 立法院再過度的 就像舉例來說 到時候你不知道自己 到底那麼請律師 然後你去了 然後你根本沒辦法保護自己的權利 然後受到了損害跟侵害的時候 你真的是求助無門耶 就是沒想到一個理論上 要為你發生的 立委 對 名義代表 居然成為就是審判你的人 我覺得那概念是非常衝突 不能理解的 求援兼裁判 他覺得你是有問題 我就可以罰你錢 完全沒有什麼 也沒辦法上訴 用舉手來決定 用舉手 有直播 有直播 我再請教一下子琪 就是說像美國憲法 他有第五修正案 第五修正案就是說 我被警方或者是檢調調查的時候 我可以保持監默權 但是我不知道說我們的憲法 或者是這一次相關的修法裡面 在針對被國會調查的時候 人民有沒有可以行使這種監默權的權利 沒有在罰牆的權利 所以啊 所以如果我在立法院 我想要行使類似像美國這樣的監默權 那你立法院 你黃國昌可能就會說我藐視國位了 罰錢 不OK就罰錢 把我直接抓去關 對 所以這樣子 你說這樣子的修法要怎麼去補救呢 所以就違憲了 違憲了 所以到最後還會再推回來 所以如果有可能 你覺得說這一次的憲法法庭 今天的憲法庭 如果辯論完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結果 你跟講一下說 後續的發展是怎麼樣 因為通常就是核憲跟違憲這兩種嘛 那在違憲的話會有分種 分三個狀況 一個是即刻 就因為它造成的侵害太大了 所以你就是即刻 一個就是它會給一個期間 對 期間 對 然後再來就會是說部分違憲 那我覺得在這一次的概念中 這次的修法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比較理想的狀況下 當然是就是直接立即違憲 因為其實現在也是暫時處分 所以這部法實際上現在也確實是 不能用的狀態 所以概念上我自己認為 我也應該說我期待大法官可以 就是做出違憲的宣判這樣 因為我也 我覺得這不是我認為而已 而是全部的公民的權益的保障 真的就是要靠大法官在這一義來 為我們守護 不要讓這種憲法的權益 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就像是揭默權益 你到底能不能揭默都不知道 這多可怕 你被趕過去以後 你硬要逼你講出答案 這是什麼私刑 就是逼共嗎 我覺得這概念真的太奇怪了 就是他們訂出了一個 你很難 在現代法治國家 很難想像的一個刑堂 我真的可以說 我覺得是一個刑堂的概念了 所以我很好奇他們想像中的國會調查 那最快的話 憲法法庭可能什麼時候會做出這樣子 比如說違憲或者是核憲跟部分違憲的這個判決 通常其實應該在三個月內 三個月內 但久一點可能 但是還會有下一次的憲法辯論嗎 法庭 這一次嗎 就是這一次之後 還會不會 應該大法官的那個 現在由大法官他們期限到十月 所以大部分判斷說在今年十月前 應該就有一個結論出來 對 因為任期的關係 因為像今天的辯論 還有一個就是剛剛講到的那個 藐視國會的部分 然後不是有個律師 他就說 這藐視 他舉一個翁曉玲 這個寫說林陽佩 是中國人的驕傲這個問題 然後來反質詢說 那這個我如果說 我這是台灣人的驕傲 那你說是中國人的驕傲 那我如果這樣講說是台灣人的驕傲 那是不是所謂的反質詢呢 那這個所謂的國會反質詢 從上一次的憲法辯論庭到今天 好像這三位出席的這個藍白的代表 都沒有解釋清楚 我覺得在今天 其實算是有稍微定義了反質詢 就基本上就是說你不能去提出 我現在換一個忘記了吧 就他的概念是說他的反質詢意思是說 你不能去提出就是 就是 就是國昌的事情 我知道怎麼回答 就是我覺得他反質詢就是 以問答問 黃國昌 就是黃國昌正在做的事情 你知道嗎 他其實今天他們提出來的概念 他們不想要的反質詢 就是黃國昌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蠻有趣的 也沒有國昌老師怎麼做都是對的 所以你不能不懂質疑國昌老師啊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比如說我是黃國昌或者是立法院 我在質疑台上我在講說 某某官員你這個怎麼樣 比如說最近股市大跌 有沒有要進場互盤 怎麼樣 投資人已經都血本無歸了 然後我們的經濟部長 或者是說什麼相關的 財經首長 他說我們現在還沒有這個 不行啊 他堅持說一定要進場互盤 然後財經官員說 現在還不已 或者是我們不介入股市的 這樣叫做有沒有反質詢 但到底這個定義 或者是有沒有的這個 就很難去判別啊 甚至說那時間點 可能財經官員說 不已這時候公開講 他就說你給我隱瞞 對不對 不然回答對不對 所以最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你這個財經官 我們的大盤 這個國安基金 什麼時候去互盤 其實有時候是一個 有時候不能講耶 不能講 但以他們現在做法是 如果你沒有講 表示你隱瞞或不老實 或反質詢 有時候常常很多 國安老師講 不然呢 不然呢 有時候就會把他定義說 你就是反質詢 因為今天其實 藍白那邊都有一些舉例 那細節我就不說 但我自己剛剛聽 我自己聽下來 感覺就是他其實 整體概念就是 國昌老師的疑問答問的風格 就會被定義為反質詢 那我自己認為 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他今天標題還寫什麼 綠能你不能 我覺得更多狀況是 昌能你不能 不是他講綠能你不能 就是政治話術 對 他還不是法律的東西 都已經跟憲法這個沒有關係 他講這個就是政治的話術 他應該是為了直播畫面 他為了直播畫面 投影片先剪 那為什麼 這麼愛直播間呢 對 其實這次應該是說 針對到底有沒有違憲 有沒有擴權 大家在編入 但感覺上 藍白的感覺是把 破分說 其實大法官就是 綠的這邊或怎麼樣 大法官有問題 或是說今天我們沒有擴權 我們只是照憲法的規定 他們在講三權分立 他們從頭都不再講五權分立 所以我覺得今天整個 其實說實在話 沒有真正的有進行到一個 回答大法官的問題 我自己認為藍白 並沒有真正回答到大法官的 所有提問 我可以說是所有提問 因為不管是在反質詢 他們用一種概念 聽起來是疑問答問 那其實疑問答問也是一個 非常模糊的概念 所以他們終究還是沒有 定義出反質詢 那吳宗憲之前在好幾次 也自己都承認這個東西 是有問題的嘛 那更何況是說 像是 不管是在國會調查權的部分 他們也還是沒辦法去講清楚 自己的國會調查權的這些 不清楚 然後這些像監默權啊 然後甚至他們一直講 我記得忘記誰 應該葉律師吧 他講了非常多 就是國外判刑多久多久 我們這次判算輕了 但他一直沒有去回應到 你不要一直講美國的例子 我們在台灣 我們的國會調查權 在四字五八五中 就一定有明定一定的範圍了 那在這樣子的基礎下 我們要如何讓國會調查權 更有效的去行使 才是理想上這個修法 應該有的樣子 但很可惜的 這次修法很明顯感覺是為了 可以在政治上教訓某些人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不應該的舉措 因為這其實就是在破壞台灣的整個基礎的 這個法體制 對這樣那個總統府的秘書長龐萊 他今天也有講說 針對總統到立法院去質詢的問題 他就說這個質詢的部分 是憲法沒有規定 那你在你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裡面 你寫入這個 這個是憲法沒有提到的 那其實就我們的了解 就是說在520那時候前後 其實賴總統其實他有心理準備 就是說你如果邀請我去 我會去 重點就卡在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還要更進一步 一問一答 因為那這個就沒有了 那如果說你藍白沒有那麼堅持說 戴清德你必須讓我們一問一答的時候 說不定這個問題就會化解 因為憲法就說這個總統 立法院得聽取總統的這個國情報告 那我要請問一下子齊就是說 針對這個部分 如果要讓總統接受理問一答 是不是要針對憲法去修 還是說只要在其他的法律 或者是立法院的內規去修就可以了呢 這其實也是今天憲法法庭 花蠻多時間在討論的部分 也就是說總統本身自己 有自己的民意的基礎 他是由人民直選出來的 那立法院當然也有他的基礎 但他對應的是行政 就是行政院這邊來做一個問詢的概念 那到底能不能說 立法院能不能直接對總統 這個其實是值得討論的題目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那他們是由誰來監督 其實都是受人民來監督 其實都有這個概念 那都也有相應的法規跟規定在這裡面 那585當時他們並沒有否認說 立法院有一定的這種調查的權力 但是也沒有代表說 他們想怎樣就可以怎樣 因為像這一次他們其實就是 有點吃人口口的感覺 他們就是給你釋出好意 因為其實這確實是一個憲法本法中 在我們的權力分立概念中沒有的東西 那你做的要求 那賴總統也釋出善意說 他其實願意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卻覺得這還不夠 你必須答應我以後我都有這樣的權力 那我覺得還是終究要討論到一件 就是權力跟義務 總統真的沒有義務去做這件事情 他是基於尊重立法院 尊重立法院所代表的民意 然後去做這個備詢 可是現在立法院他們想要的更多 他們是想要凌駕總統成為超級立法院嗎 這概念是讓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如果你是說要互相制衡 現在反而看不出來那互相制衡 在這部法裡面的呈現 他反而是去過度的擴張了立法院的職權 而不是說其實總統他像是現在如果說 他們去報告後 事後你就等於你可以基於這報告 你也可以做出很多後續跟行政院的追蹤 因為畢竟其實在整個結構下 做事的是行政院 對 所以概念上總統確實來報告 然後說他自己在意的事情 然後他現在外交啊 國防啊 各個項目 他重視的事情 以及推動的方向 那立法院當然可以就這些基礎 再去做他的質詢會追蹤 但不是說讓你可以這樣子 急問急答來處理 這其實是在破壞這兩個民意基礎的平衡 這是一個很不當的行為 其實像他們常舉美國的例子 美國三權分立 然後呢 這個總統他下面沒有行政院長 他的國務卿並不是行政院長 那台灣的憲法 就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很清楚說 行政權的首長就是行政院長 所以這個是總統 雖然是民選的 但是民選選出總統之後 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來執行這個行政權 就剛剛子琪講到的 所以五權憲法的分立跟監督制衡是 你立法院監督行政院 監督其他部會 那行政院的權利就是 所以我為什麼要去立法院備選 部會首長要去立法院備選 就是我對立法院負責 對立法院背後的這些民意來做負責 所以這個監督是五權之間 不是他們現在把總統 也歸納在行政權裡面 但這個概念應該是不對的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吐槽 好那接下來就是說 今天結束之後 你認為說在立法院 還會有一波什麼樣的攻防嗎 我自己認為在立法院的攻防 可能還是會跟之前一樣沒什麼心意 說實在話這次的憲法法庭跟上次 內容雖然論述有些差異 但基本上吵的真點還是一樣 然後藍白那邊還是一樣的 就是壞湯不換藥的說法 其實並沒有特別的 其他的新的論述出現 所以我相信立法院當然一定 還是會有一定的爭執 但基本上還是會是 停留在一邊一直說 我這裡就是核縣 我就是有權利做這個調查 然後另一邊就是一定會說什麼 也不叫一定會說什麼 是他們本來就在呈現出這個事實 就是這部法就是有問題 這就是個濫權 他們會陷入這個 其實套一句黃國昌講的話 到時候如果被判違憲 我就是繼續修 反正我現在輸優式 我修到你們覺得OK為止嗎 會不會他連修都不想修 我就是這樣子啊 我就是這樣做啊 你如果不同意你賴清德不來 我就說你這個藐視國會啊 其實他們已經在操作了 他們一直在暗示大法官不可信任 我自己覺得政治鬥爭真的不要鬥到連大法官都會很信 這件事有多可怕 為什麼他國昌老師不去告訴這個倉本或者是小草本說 大法官是不能被罷免的 因為沒有規定啊 大法官是法官終身職耶 終身職是你考試經過了 或者是說是受總統任命之後 你成為大法官 或者你考試變成法官啊檢察官 這是終身職 你不能夠給他換掉 這個跟所謂的民意代表這個是不一樣 那現在他們要搞成說所有的都給我用選擇 他們不然還講說以後監察院院長 你就是給我到立法院 直接這個表決要不要讓你當院長 沒有我就覺得比如說像今天也有很多 一百三十幾個那個交法律的這個教授們 他們都聯署了 還有這個全國什麼律師聯合會 他們也都發布聲明 就針對這一次國會改革的這些法案 其實都有違憲之餘啦 那我不知道說我們這三個藍白的代表會不會踩煞車呢 我覺得裝睡的人叫不起來 就真的是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這個討論了半天 其實我們也是很遺憾 沒有看到一個非常精采的這個憲法的辯論 其實這是一個民主教育很重要的一刻啦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包括吳宗憲立委、翁曉玲、黃國昌老師們 他們其實沒有準備的很好啦 其實都是口水啊 說不定我們艾瑞克跟紫棋上去參加這個辯論庭 還比他們表現得好 好啦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啦 我們謝謝紫棋到這邊了 給我們提供一些很不錯的這些法律觀點 跟法律的專業 我們下次呢還是有機會再繼續討論這個國會擴權的部分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 希望你按讚、點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